专访何润东不可难难练小狼狗重现江湖 何润东第一次倒戏就以TVBS翻墙的技艺抢下金钟奖八项入围,佐同拒绝竹男配角的吴念轩和陈能峰给他惊喜恶整庆生,假装吵架,得知被整后,何润东等大眼睛直说:"好啊!你们演技进步了,竟然骗过我!" 陈能峰假装和吴念轩一言不合后离场,留下何润东一脸尴尬,想说什么转化气氛又说不出口,最后陈能峰端着甜点进场唱生日快乐歌,为13日过43岁生日的他提前暖瘦,他也许下心愿,希望吴念轩红了以后不要忘了我,陈能峰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,把愿望留给在乎的人。 就是何润东最暖心的举动。 何润东为了筹备翻墙的技艺,偶心力血,当初选角时,吴念轩和宋伟恩无论外形气质都十分符合戏里不良学生的模样,已是不二人选,反而是许英杰,这个黑社会大魔头的角色。 他力排终于找了相识20多年的模特儿老友陈能峰是演关键人物,和润东半开笑说,他虽然退出演艺圈多年,但我觉得他稀有不甘。幸好这次演出入围总算有交代。 陈能峰曾是凯温一哥,和林志玲,严成旭是同门,但对设计更有兴趣,如今经营壁纸设计有成,根本无心恋战演一圈。 当初和润东邀他扎一脚,他先是一口回绝,除了觉得自己无法胜任,也不想搞砸他第一部导演作品,加上身材中年发福,和润东坚持要他和一票20岁的年轻演员一起锻炼。 他拼死拼活瘦了10公斤,上了镜还是觉得自己演得不够好,但和润东的正向温情攻势,让他撑到最后一刻。 和润东还加码爆料,我们两个20年前还传过绯闻,原来当年他到日本拍雪地里的星星,陈能峰负责企划写真书,因为经费关系同住一房,讲话温柔斯文的他,在雪地显冷不停抱怨,和润东笑说,当时人家就传,我养的小狼狗吃不了苦。 陈能峰笑他说,他当时只在乎别人说谁是一号,谁是零号。 和润东会也是英雄,还包括吴念轩,吴念轩第一次挑大梁,戏分如此吃重,拍完翻墙的记忆后,更是受他赏识,成为他旗下艺人。 他说,在他身上彷彷看到当年的我,很乐观,但是他比我,暗是傻。 但吴念轩在镜头上相当有魅力,无论是过去在电影《红衣小女孩》中的虎爷,或是这回饰演的校园霸王老可,都是霸气十足。 吴念轩说,彼此上回入围金马奖,这次淡定许多,可能认为自己不可能赢过同场较劲的蔡震南。 和润东对吴念轩也要求最严格,他说,现场我没骂过任何人,除了他。 有次他和宋伟恩对戏,和润东实在不满意,拿住对讲机边走边骂向他,骂得口沫横飞,走到身边才发现自己调错频道。 吴念轩也一头雾水,想说导演在激动时吗?和润东自己想来都觉得丢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